小七 别看 很吓人吗 等一下 等什么 展大哥 你是在等我吗 我刚刚有事耽误了 所以才迟到的 我知道 走吧 去现场 展大人 你若是害怕 就在外面等我吧 那怎么行 要是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怎么闯江湖 怎么当捕快啊 再说了 我有这个玉壶吗 好 那你跟在我后边 门口有血迹 小七 别看 门口有血迹 小七 别看 我让你轻轻 转过去 我会把我看到的 都告诉你 好 千万别转过来 嗯 桌子上还有未吃完的韭菜 有一副碗筷和一个九重 看样子张瑶佐应该是在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凶手 床帘 桌椅 尸体周围都已经被熏黑了 展大哥 尸首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像大家说的只有尸首起火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 尸体已经被烧焦了 可周围的物件还是安然无恙 怎么会有黄色的物体 会不会是呕吐啊 凶手是个老手 看到尸体不会呕吐 况且 这也不像呕吐 不对 双脚并未有被烧焦的痕迹 不可能啊 孝希 孝希 怎么样 怎么样 展大哥 我们该不听你的话 看起来是这样的 在一张 收走 这也不像是这样的 这也不像是这样的